国内成熟制成晶圆代工厂之一的世界先进 第三季合并营收133.27亿元新台币 尽管累计前三季EPS7.81元 已经赚赢去年全年度 但产能驾动率从满载降到81%到83% 事况出现严峻的库存调整压力 概率来说 为因应疲弱的终端市场需求 客户持续提起进行库存调整 使得公司订单能见度缩短为三个月左右 我们预期2022年第四季的产能利用率 将会进一步的下降 世界先进第四季营收 恐怕跌破百亿水位来到95到99亿元 以中间值计算即衰退超过27% 营运双率明显下滑 2022年资本支出 恶毒下砍到210亿降幅10% 2023年产能扩充计划动态检讨 董事长方略表示 明年由于通货膨胀利率拉高 全球经济走弱等因素 事况还很难说 整体而言 除了车用晶片需求较为稳定 3C消费终端都很疲弱 法人也关心 美国对中晶片制裁禁令 是否冲击营运 方略认为短期内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比如去中化也好 我们是有接到一些这个寻求合作的 长期合作的机会 IDM的公司也也有这个所谓 这个在某些情况下 希望把在一些他们想要拉出来的一些 foundry拉到本公司来做 地缘政治变数可能带来新的机会 业者面对景气下行调整 积极缩减支出 省省应应 新唐人的电视 黄良杰审慧同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